最近的内娱安静如鸡 算得上有料的 也只有顶流女星的前夫刘凯威了 无论前夫哥以前多么风光 如今都是娱乐圈里那个杨幂前夫 而非自己的名字 除了视野拉垮 只能靠前期一名气刷脸之外 刘凯威的夜光剧本事件也深入人心 这件事过去了好多年 但刘凯威王欧和杨幂三人 始终没能逃出怪圈 就连刘凯威和女孩牵个手 都能惯赏夜光牵手的戏城 事情的起因是 有路人在微博上发了偶遇刘凯威的图 表示看到刘凯威和一个女生手牵手 刘凯威和女友都没有戴帽子 一副大大方方的样子 似乎是感情很稳定了 一开始有粉丝起 不是刘凯威 但被捶出 刘在披荆斩鸡的哥哥里穿了同款衣服 而女方的知名度更低 但尤静如去年年底 刚去官宣结婚 且晒出的结婚照 男方是打了马赛克的 这么说 难道前夫哥不仅仅恋爱了 还悄咪咪结了个婚 还没等事情进一步发酵 女主角先跳出来撇清了传闻 表示自己正在集中隔离 自证清白 经纪人也不想自家一人 和前夫哥扯上关系 赶紧辟谣警告 读美三部曲 虽然这波绯闻让不少吃瓜群众认识了她 但万一被扣上夜光约会之类的称号 可就不好了 刘凯威那边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这件事本来热度也就下去了 但想到留在哥哥中的表现 不由觉得十分唏嘘 最近的热宗 披荆斩尽的哥哥里 刘凯威几乎从节目里隐身了 从一开始 刘凯威的采访中就看出 她不自信的样子 她说自己很害怕镜头 除了演戏 综艺的镜头让她不知所措 她说 我怕用刘凯威这个身份去做事 别人会觉得我很无聊 但她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2011年 千山木雪一聚爆红 刘凯威也凭借着墨少千一绝 成为了四文半类联盟中的一员 在那个偶像剧 还不完全看流量的年代 刘凯威是实打实地靠颜值和演技火了 尝到了偶像剧的甜头 刘凯威一个猛子扎了进去 从此 演什么都是霸总的模样 越来越油腻 但她偏约不断 赚得盆满钵满 又遇到了当时凭借功火起来的小花杨蜜 那个时候的刘凯威一气风发 满里都是人生赢家的光芒 当杨蜜越来越成功 刘凯威日渐被抛弃的时候 她的光芒已经衰弱了 2016年 烈光剧本发生之后 刘凯威逐渐就成了前妻口中的一个屁 她变得沉默 无光 在各个中彻底沦为了背景板 观众喜爱杜厚段 唱歌表现太用力 没有梗 非常无趣 除了杨蜜前夫 刘凯威好像不剩什么可以营销的点了 反观杨蜜 各大热门综艺都有她的身影 蜜师大逃脱 画儿与少年 她同时段出现的综艺 都比刘凯威一年上得多 只要和杨蜜有关的词条 几乎都会上热搜 而杨蜜本人也凭借人间清醒 狂拉好感 如今的她 黑粉早就不能和多年前相比了 那一场关键的夜光剧本 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 12年 两人恋情公开 14年结婚后 16年被爆出夜光剧本事件 18年 两人才离婚 从时间线上来看 王欧和刘凯威的夜光们 是妥妥的出轨 但从当时 爆料人卓尾的口气 以及他们之间的商业情况来看 是不是出轨 可能要画一个小小的问号 15年 杨蜜的家庭传媒和上市影业 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对赌协议 三点多个亿的硬条件摆在那里 杨蜜变成了娱乐圈著名的拼命三郎 刘凯威自己也承认过 她对杨蜜最大的不满 就是她太忙了 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富裕家庭 没吃过什么苦的刘凯威来说 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她可以没有很多戏拍 也不想要拼命往前冲 就像她现在的状态一样 她是个非常暗语现状的人 但杨蜜不是 她看到了机会就绝不会让她溜走 她从小就吃苦 拍戏中遭受的不公和委屈数不胜数 她要做人上人 要成为不能被替代的顶流 所以两人间 这种巨大的鸿沟 恐怕在夜光门之前就已经毒害了他们的关系 16年5月 有人发现 刘凯威出席活动的时候 摘下了一直戴着的结婚戒指 夜光门之后 有同族工作人员出面澄清 暗指出轨不实 两年后 卓伟在一档节目里提到了当时曝光新闻的目的 出轨和恋爱 孰轻孰众 那肯定要承认离婚 没想到我太单纯了 按卓伟的说法 当时曝光夜光剧本 是为了逼早就离婚的刘凯威和杨幂承认 但她没想到杨幂的对度还没有完成 此时他们承认离婚只会拖累进度 不管当时两人到底离没离婚 杨幂都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官宣的 事件的另一主人公王欧 也因为这件事受到不少牵连 虽然她和杨幂在雷奥人这件事上并驾齐驱 但一个是原配 一个是小三 从此 王欧的种种行为都有了负面的解释 她本人回应过这件事 言下之意 就是自己替别人背了黑锅 夜光门的真相扑朔迷离 也许王欧和刘凯威真的发生了什么 但离婚的真正时间不公开 是不是小三就永远只能是罗生门了 事到如今 王欧虽然资源受限 但也凭借几部热剧 以及中古穿搭 综艺站稳了脚跟 杨幂如日中天 是屹立不倒的八五花 而刘凯威可能也有了新的恋情 躺在舒适圈吃老本 也是一种选择吧 物是人非 再去纠结也毫无意义 只能祝福事件中的所有当事人 各自美丽吧 近日 刘凯威的父亲刘丹出席活动 并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刘丹表示 儿子刘凯威在内地的商业已经结束 目前已经返台 正在接受隔离 一家人可以团聚过年 当被问及小糯米 刘丹还称 刘凯威很想念小糯米 所以即使在隔离 也会经常和小糯米视频 但是当被问及杨幂的时候 刘丹则显然转变了态度 似乎并不想回答杨幂有关的问题 所以对记者提出的杨幂相关问题都称自己不知道 还请记者换别的问题 众所周知 杨幂和刘凯威已经于2018年宣布分手 分手后 小糯米一直由刘凯威的父母帮忙照顾 极少有媒体派到杨幂看望小糯米 杨幂似乎一直在为视野遍波 如今杨幂和刘凯威两人的发展大不同 刘凯威的事业近几年一直不温不火 近两年都没有新的影视作品 只有前段时间 搭档影后何赛飞主演的话剧 《雷雨》颇受观众喜爱 日前 媒体在社交平台上曝光了刘凯威 在某剧院接受采访的画面 刘凯威一身帅气 西装加身 气质儒雅 但身材明显消瘦了许多 而杨幂的近况 则明显比刘凯威好许多 不仅现身了电视舞台的彩排线上 还参加了《追光把哥哥》 以及《王牌对王牌》等综艺节目 此外 她的新电影《刺杀小说家》也即将上映 事业十分红火 刘凯威和杨幂有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 希望他们未来都能各自安好 事业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杨幂作为八五花中的顶流 无论是婚前婚后或者分手前分手后 资源一直都很好 电视剧 电影 综艺 时尚等方面 可谓是全面持续开花 在前不久的一档综艺中 杨幂还霸气发言表示 相比于前任 自己才是人脉 如果前任把自己当人脉 她会选择布邦 两者相比之下 刘凯威的发展境况确实远不如前期扬密 无论是在热度 流量 还是资源 作品数量上 两人之间的差距都不止一点 不过话说回来 即便刘凯威如今的发展大不如前 也不能断定人家落魄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